今天我打算来跟各位介绍一款 比较理想又可靠的可尝可久的水管连接方式 为什么说可尝可久 我们一看了就知道 像我们这个水龙头 它有前后 那有些水龙头只有前面 没有后面 这个不管 那一般来讲 它这个就是给人家 接水管用的 那当然你接上去的时候 水一开这个就掉下来 所以有些人会绑铁丝 那有些人会用这个白铁束缓 把它束起来 我想这是大家最常用的方式 那这个白铁束缓 这是白铁的没错 但是它这个螺丝 这边就会有生锈的问题 本身这边是不会 但是这边螺丝生锈的话 你就拆不下来 这样就会变得很麻烦 不容易拆卸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针对这个问题 来讲一下 那当然有些人他会把这边改装 装一个 四分内亚来嘴 那用快速接头擦也是OK的 那快速接头就是有一些老化漏水 这些问题嘛 因为毕竟是快速的嘛 里面有橡胶圈来止水嘛 久了硬化也是有漏水的余律 那比较理想的方式是这个 就是可长可久的一个方式 那这边我们先把它拆卸下来看一下 它这个结构就是长得这样子 这边就是可以插水管嘛 那这边的话 是四分内亚 这是粗亚的 像一般这个地方也是粗亚的 四分粗亚 这是20mm的 这样锁上去是刚刚好的 它是有一个标准值 一般大家都是用四分的比较多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使用 我来示范一下给各位看 第一步你先将这整组的 先锁在水龙头上面 锁紧 要把它锁紧 那里面有一个这个内溜角的 你可以用扳手把它扳紧 再来就是说 这个水管 我们串进去 它这边有一个 这卡顺嘛 第二个卡槽 一定要过第二个卡槽 这里是第二个 要过进去 目前这条水管是五分的 或是四分七的 这是市面上最普遍的 叫做四分七的水管 那上去之后 刚刚好可以套到这个铜圈的内侧 那套进来之后呢 我们将这个 跟它锁紧就好了 然后这个 这样子 这转的话它是往这边突进 缓转的话它是往下退的 就可以老老的把我们的水管锁定在 这个地方 这样就算用力拔也拔不起来了 一般来讲我们家庭都是用这种比较多的 那万一你的水管是这种四分的 就比较难弄进去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四分的话 有点太小了 那可能你需要用这个打火机稍微烤一下 比较困难一点 不过这种包纱水管也有那种四分七的 那目前这一条是四分的 那四分的刚才我也用打火机烤过了 好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头就变得大一点 有没有看到 那就是 一样把它弄进去 这样锁起来 就把手做这样子 就说它它整个结构 就比较简洁 而且连带久的话也不会卡死 因为是捅的 没有生锈的问题 你将来要拆卸一样 就是这样扭扭扭就可以拿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还是以这个为主 因为这个这个的话是 它在设计的话都是针对 这个水管 因为这种弹性的这个水管 在试验上是 使用量是最大的 大概就这样子啦 那今天为各位介绍水龙头的连接头 希望各位会喜欢今天这个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